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 今天崩坏星雄铁道的次日流水数据终于是出炉了 如视频所示,啊这第二天的流水竟然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 要知道卡池流水这个东西一旦进入到下降趋势基本就再难挽回了 好家伙老黑本以为这铁道流水是下一个雷神池 没想到这却是下一个迪西亚池 首日即巅峰,次日即谷底各国家地区排名的话 目前虽然依旧在全球47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前10 但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就以人气四大气来说吧 国内是被王者荣耀反潮,目前排在第二 美国韩国与昨日变化不大,仍旧是排在第二名 日本的话目前是来到了第四,前三位 一次被FITGO,胜利女神以及雀魂占据 大义哥昨天也是于官方论坛发布了致谢感言 大义就是星雄铁道将于4月30日 也就是本周日的晚上7点半给大家带来启程庆典 当日也将奉上10张星轨专票作为谢礼 注意这里发的是专票限定卡持券 而不是铜票普持券 不少老哥都纷纷留言道 就突出一个离谱 这还是我认识的老米吗 有点不敢相信啊 大家且行且珍惜吧 当年元神也发过 只不过流水登顶后就断无此书了 不会是数据不符合预期吧 这慷慨的不像是老米的一贯作风啊 再者就是论坛上不少玩家对目前星雄铁道的看法了 老黑大概扫了一年 首页上的热门话题基本上全是抨击的 像什么我实在是想不到宣发这么久的游戏 竟然是这个样子经典回合制的玩法 它是一点也不摘啊 感觉上古游戏阴阳师都比这玩意儿强 目前主制线全通 感觉这真是个半成品 35集先周剧情后就没东西了 建议大家当单击游戏玩 不要太急着冲击 而且剧情不能跳过 真的很恶心 别再说这是幻皮原神了 连元素反应都没 各打各的 根本没有联动 就突出一个力大飞砖 数值到了你就能过 不达标 那就是策划 提醒你该冲钱了 感觉游戏性被阴阳师 P5乃至八方旅人暴杀 甚至不如前几天的火山公主 如果大家不把铁道当游戏 而是当成番剧来看的话 说不定还能收获点快乐 怎么说呢 反正老黑这几天体验下来 感觉还好吧 虽然内测已经玩过一遍了 但仍旧发现了不少新的小彩蛋 如一开始不上列车的选项 那就是新结局 内测时可没后面的这些薄片 战斗方面的话 配对还是需要的 只能说目前游戏刚出 各种玩法还在探索中 至于说游戏无聊 剧情不能跳过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 目前回合这玩法 毕竟还是偏小众 感觉还是未来的绝区灵 更符合被原神 吸引过来的玩家口味 那不知道各位老哥 你们觉得呢 欢迎一起来讨论哈 那好的 视频制作不易 还望各位大佬 点赞三连 咱们有缘 下期再见 拜拜